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轨道灯的使用 我们看到这边 这是我们在寿的几种样式的轨道灯 那分别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标志上面 可以看一下 这边写的是我们的三轨轨道灯 然后分别的四轨的和二轨的都会写在上面 然后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 但是像这种没有标志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看它的轨道呢 我们要看下面的一个底盘 像这边是属于我们看一下 有三个金属的 这就是三轨的一个轨道 那像这种 只有两个金属片的 那就是二轨的轨道 那我们这个旧一点的白色的款式呢 基本上我们就是二轨跟三轨 它暂时没有四轨的一个轨道 那这边呢是有两种不同的造型 然后像这种我们的桶式的 它的有一个造型会比较独特一点 就是说它可以有三百六十 不是三百六十三百五十五这样的一个旋转 就是我们的轨道灯这样子 来看一下咱只能怎么连接 每一个轨道灯呢 我们都会有配备相应的配件 那这些是我们的配件 这边是属于二轨的一个配件 我们来看一下二轨的一个配件 像这种是属于一型的 这种是属于我们的L型的一个配件 这是我们的T型配件 可以看到 这是十字型的配件 我们的二轨三轨和四轨 都是包含这几种类型的 一型的 T型的 L型的 和我们的十字型的 有一个区别点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个四轨的配件里面 这个一型的它有两种 一种呢是我们的外接型的 一种呢是我们的内线型的一型 内线型的呢可以让两根轨道 对接的更加的完美 那一型呢可以让两根轨道 对接的变得更长 这是不同的一个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三个的轨道 那三个轨道呢 有不同的一个区别点 我们是怎么去区分的呢 我们要在看轨道上面来区分 那像这个 是属于我们的二轨轨道 如何去区分 我们把一个轨道边上打开 二轨轨道它是没有那个 我们的螺丝拱的 我们来打开 可以看到 这边两根金属条 对面 两根金属条的 那就是二轨的 然后我们把三轨道 三轨的这边是有螺丝 已经提前拱开的 可以看到 这边是有三根金属条的 然后一边是两根 一边是一根 这是三轨的一个轨道 那四轨的一个轨道呢 是更大一点 四轨的轨道是 每一边都有两根金属条 这是四轨的轨道 那轨道呢 可以有一个连接的方式 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二轨的轨道灯 二轨的轨道灯呢 它前面 就是我们把螺丝 螺丝给拧开之后 这边有螺丝 打开之后呢 我们呢 可以进行一个安装 可以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边是安装 因为我们这边的 二轨轨道呢 它是没有设置 零线和火线的两个标志的 所以其实 哪边都可以进行安装 而我们的二轨呢 它的灯 它也是没有一个 就是不需要一个顺序的 它直接安装上面 就可以去使用 所以我们接线的时候 二轨的轨道 零线跟火线 两边可以随意接 这是我们二轨的一个设计 三轨 我们看一下三轨 这是一个三轨的一个设计 三轨的一个设计呢 它里面就有三根线 我们有标 一个是火线 一个是零线 还有我们的地线 它接口的也是这样接的 接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不管是我们的二轨还是三轨 它都是有两种接线口的 像这个地方 背面 这个呢 是可以打开的 就像我们这个轨道灯 如果接在天花板上 打开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线可以从这个地方出来 然后接进去 也可以从后面 把这个地方给打开 然后从后面进去 所以呢 我们轨道灯都是有两种的 一种接线方式的 像二轨的也是 一个呢 是从下面 它已经直接淘掉了 另外一个呢 是从后面 四轨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四轨的接线呢 跟二轨和三轨还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四轨 这是打开之后的 你看一下 四轨呢 我们这边有四根接线柱 分别是一根零线 然后三根火线 三根火线 那四轨的接线呢 它对应的 和我们的这个灯 是有关系的 我们接的时候 也是一根接零线 零线这根是必须要接的 那火线这边 一二三 可以随意接一根 那灯上有对应的一个开关 我们接在这个火线一的时候 那我们开关 开到一 它就会亮 我们接在二的时候 开关开到二会亮 接到三的时候 开关开到三会亮 这是我们这个轨道灯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轨道灯的一个连接 我们的二轨的一个轨道灯连接 会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拿这个一型的来举个例子 我们直接按照我们的这个弹片 因为弹片就在上方 我们把这个背部的下面 放在下面 然后插入进去 这样子 因为轨道呢 下面有两个轨 这边二轨的 然后我们这个基础台面 是放在下面的 充当一个地线的一个作用 然后塞进去 然后把螺丝拧好 这就可以 那 给大家用我们的二轨来演示一下 这个呢 是家常版的二轨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二轨的一个对接 这样子 OK 这样子两个螺丝对接好之后 我们这边是一根一米的 一根两米的 这就对接好了 这是将近三米的一个轨道 就可以对接了 三轨的轨道 和二轨的轨道 不一样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三轨的轨道 我们对接的时候 要区分它一个 左边和右边 因为我们是一边是两根 一边是一根 所以呢 我们也拿一个例子 像比如说 这是我们的三轨的一个轨道 那我们在接的时候 就要看一下 好 这样子 它有一个标志 我们这样子就接好了 这是三轨的一个轨道 然后把螺丝相应的扭上去 就可以 我们四轨的一个轨道呢 接的时候 要看一个位置 看什么位置呢 四轨它有个额外的 就是说这根地线 那我们地线 在四轨的时候 接的时候 拿一个这个外接型的 这个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每一个四轨轨道 下面都有一个地线 所以在接的时候 它需要这个地线 和这边相完美的吻合 像这边的地线 我们是在上方 但是呢 地线在下方 这样子接上去 它就不会通的 所以我们要转一边 换一个角度 然后变成地线 然后进行一个安装 那这样子 OK 就完美的连接好 这是一个连接的过程 那我们再看一下灯的一个安装 再看一下灯的安装 这是二轨的 二轨的呢 我们拿一个二轨的灯来安装一下 这个可以看到 就是两个弹片 这是我们的二轨灯 二轨灯呢 它安装的时候 不需要这个分正方 还是反方向 它都可以安装 安装上去之后 我们把它先换进去 然后我们的轨道灯的两边 都会有一个卡扣 把它卡下去 拿错了 因为三轨的轨道 三轨的轨道 放进去 二轨的轨道 放下去 这边就贴合住了 你可以看得到 贴合住 然后卡住它 这个灯就可以了 这是二轨的一个接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三轨的一个接法 三轨的轨道灯接法 因为三轨 我们有看一下 它是有一个盘片 盘片呢 它其实只能往这边 就是一边摆 它只能往一边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那二轨的一个位置 在哪边 像这边 像这个地方 它是只有一个轨道的 然后呢 这边是有两个轨道的 所以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两个弹片 对到二轨这边 这样子 然后卡住 OK 我的轨道灯 四轨的一个轨道灯 有一个特点 它是要选择到这个停止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然后下面的这个它才能关掉 如果不是off的时候 如果不是off的时候 它下面是关不掉的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安装进去 这样子 放进去了 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四轨是前面 这个旋径 后面还有一个 然后把它 这是固定的 固定完之后 它就正常的移动了 但是如果说你安装反了 这个灯 它就没办法正常的动了 我们看一下安装反了一个状态 安装反了 在安装反了的时候 它会有很撕裂的声音 而且它也不能接通电源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可以把它注意一下 而且要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在安装完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了 它有一个接线 就是有三根火线的标志 如果说你接的是一线的 就是说 比方说我接待 第一根的火线和零线的位置 那我这个灯亮的时候 是在哪里亮呢 就是我这边旋转开关 旋转到一的时候 它才会亮 旋转到这个一的时候 它才会亮 一二三 然后对于后面的三根开关 好 这就是我们的几个轨道灯 给大家做个主题 我们轨道灯的时候 看一下 我们在看轨道条的时候 轨道条区分 要看我们的轨道 里面有几根的金属弹片 两根的是我们的两线轨道 三根的一边是两根 一边是一根的 我们三线轨道 四根的就是左右各两根 然后呢 我们的轨道灯区分 第一个就是看我们的连接片 第二个看我们的图标 如果图标上面有标的 一二是这个二三四的 是非常清楚 如果没有标的时候呢 就看我们的这个轨道这个弹片 有几根就是几个 然后轨道条的安装 要看我们的一个排线 因为我们有的是有地线 有的是没有像二轨的 可以不去区分 但是三轨和四轨要看排线 轨道条的连接 就要看我们的轨道了 轨道里面就是像有地线的 要正向连接 有三线的 我们要跟三线 就是说两根跟两根连接到一起 只是我们看轨道桥 那我们的配件 这边有一个配件的配比 我们的配件配比呢 是我们的每一根 我们的二三四都会有 我们的一型的 L型的 T型的和十字型的一个轨道 十字型的轨道 那我们进行了一个划分 就是我们有一组 就是12条轨道 你如果要点12条轨道 可以把它定位为一组 一组就是12条 12条里面要包括一个六个T型的 六个L型的 然后呢 四个我们的T型的 还有三个十字型的 这是我们的这样子一个轨道计算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们定了100条 100条的轨道 100条的轨道呢 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分组 100条 我们进行12条为一组 12条为一组的话 它今天是 我们是整个是八组 八组 八组就是剩下96个 然后还剩四个 还剩四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额外的 一型再增加两条 然后呢 L型增加两条 T型增加一个 十字型增加一个 就相当于是 我们是如果是定的是100组 我们要配备多少个 这种配件呢 八组就是68 四十八个 一型的配件 四十八个 L型的配件 然后三十二个 我们的T型配件 二十四个 我们的十字型的配件 然后再加上额外的 加个二 加个二 加个一 加个一 这就是算出来我们最终的一个配品数 我们如果要定100条轨道 单独的100条轨道 然后我们单向的 100条轨道呢 要配备我们50个 一型的 要配备50个 L型的 要配备我们33个的 这个T型的和25个的十字型 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配比 可以让大家的这个数量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 那这样子的点灯呢 也会有也会减少我们就是说 这个经销商那边这个退货的或者说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轨道灯方面的一个东西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灯具里面 还有另外一项就是我们的 这种 这是我们的 无影灯 还有我们的 T5管 T5灯管 我们的无影灯和我们的T5灯管 它的一个接线配置是可以共用的 那像这条线呢 是从我们的无影灯里面拿出来的 我们呢可以接到无影灯上面 你看一下 提到无影灯上面是完美的 没有没有 设备的 然后我们可以再接到 我们的这个 无影灯的一个灯管上 OK接进去 那这个也是可以使用的 这叫通用型的 所以我们在进行这种 就是说这个电源线的一个 电源线的一个点灯的时候 像我们的T5灯管呢 它是里面有包含一个电源线的 那如果说像我们的无影灯 这边没有包含电源线的时候呢 可以单独再去额外的 这些一个电源线的一个简单 就是1比1的一个配置 那这是我们的无影灯 跟我们的T5灯管 以及我们今天的轨道灯的 所有方面的东西 那希望这些能帮助到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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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